你点外卖的时候看评分吗 如果一加4.9分 一加3.8分 不考虑其他因素 你会选哪个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跟评分息息相关 女主小美生活在一个依靠互相评分的社会 无论是和熟人打招呼 还是去餐厅吃饭 都要在完成后 在手机上给对方评个分 而高分人群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社会资源 租房有折扣 排队有快速通道等等 而如果你的评分低于2.5分 不好意思 连公司的门都进不了 小美是一个相当努力的4.2分 每天都要在镜子面前练习假笑 挖空心思为朋友圈拍照 尽力的去讨好每一个人 这天小美因为老房子到期去看新房 房子倒是挺满意 但小区要求至少达到4.5分才能入住 为此小美专门去找了分析师 对方告诉她要快速达到4.5分 就必须要有高分人群给她拉分才行 而她评分最高的朋友 就是曾经的闺蜜娜娜娜 她拿出闺蜜曾送她的破玩偶 拍照上传朋友圈 活不其然得到了闺蜜的五星好评 可这还远远不够 回到家的小美正在做饭 闺蜜的视频弹了出来 她告诉小美很怀念曾经的友谊 并邀请她来给自己的婚礼当伴娘 要知道参加婚礼的宾客全都是高分人群 小美喜出望晚 立即开始准备起深情的演讲 出门看皇帝有多重要 小美正准备出门参加婚礼 差评 第一次上 又一个差评 来到机场 她又被告知航班因为故障被取消了 而下一套航班需要4.2分才能登机 而她因为出门这波操作 现在只有4.18分 崩溃的小美开始使用文明用语 而保安也被吸引了过来 因为她扰乱机场秩序被弹扣一分 并且差评会得到双倍惩罚 无奈的小美只能租车前往 由于评分过低 她只能租到老款车型 开到半路 车又没电了 而现在的充电口已经匹配不了这种老车型 去找工作人员理论 得 又被扣分 没办法的小美只能选择去路上拦车 可看到不足三分的她 没有一个人肯停车 直到一个开卡车的老奶奶停了下来 可看到她只有1.4分 小美还是礼貌地拒绝了 老奶奶也看出了她的担忧 告诉她自己并不咬人 小美上车后 老奶奶告诉她 自己也曾是个体面人 可当自己的丈夫得了重病 却因为分不购买特效药而去世时 她彻底认清了这个虚伪的社会 决定率性而活 可这时的小美显然听不进去 还在幻想着自己的高分生活 第二天 不再顺路的小美下了车 可能是触底反弹 她遇见了相同目的地的漫民 并成功伪装成粉丝上了车 女人间的友谊有多脆弱 这个女人折腾了一路去给闺蜜当伴娘 好不容易冒充二次元搭上车 闺蜜却告诉她不用来了 只因她的评分太低 在这个一切朝分开的社会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原来闺蜜的邀请也是出自分析师的建议 一个儿时的伙伴会让她的人设更加完美 并收获更多的好评 可现在小美的评分太低了 无疑会搞砸这一切 她恶狠狠地让小美滚回家 并挂断了电话 而这一切当然也被二次元们听到了 小美被赶下车 可这时她已经魔证了 借了台摩托车就直奔婚礼现场 来到入口 狗语低于3.8分者步的入内 可这显然已经不能阻止她 骑着摩托穿过森林 一个击沙就掉进了泥潭 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 举着箱子继续前行 终于她混了进去 趁没人注意 拿起话筒 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不过显然不是之前准备好的那份 闺蜜让新郎把她赶走 这时评分也在叉叉往下降 可小美并不在乎 她转身就抄起一把刀 并终于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心结 最后小美被保安嫁了出去 她因为这次的行为被摘除了智能眼镜 关进了监狱 摘到眼镜后的她 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世界 故事的最后 三美和对面育友 开始亲密问候对方的家人 而这一刻 她发自内心地笑了 我是爆牙 我们下期见